之前小编曾有简单写过黄忠的征战 从历史的记载中来看 黄忠在年轻时期并没有过人的战绩 早早被派去长沙的他也仅仅可能 作为援兵曾驻黄祖迎战孙策 但为何小编在标题中说到太史词呢 黄忠与太史词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小编以下是根据部分资料关联 加上一定的简单分析 如有不满 大家可在留言区评论 史书中并没有记载 并不代表黄忠在长沙一带碌碌无为 我们今天来看看史书中的一些细微末节 可以看到一些老黄忠在那些年与东吴的征战记录 那为何没有可以记入史书的圣迹 只因他面对的并不是无名小碑 而是太史词 我们之前说过黄忠当时跟随的是刘表从子刘盘 而我们通过史书了解到 时有刘表从子刘盘 十分骁勇 数都作扣于爱西安诸县 我们通过这样简单的一句可以了解 黄忠如无意外 必然在这支作扣于爱西安诸县的部队之中 从作扣二字来分析 刘盘并没有攻城略地 仅仅是骚扰或是一些用分散孙策方面注意力的作战策略 毕竟当时孙策的主要目标是江夏的皇祖 孙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座左右共六线 并以太史词为建昌都位 兼至海昏并都诛将共聚刘盘 刘盘自此绝技 无负为扣 太史词来了 刘盘就说了 那肯定不可能 这两方势必产生过一次甚至多次的交锋 规模无需很大 但至少让刘盘足够望而却步 太史词最有名的 除了与孙策的大战三百回合之外 更有他的射数文明于世 据说曾经跟随孙策讨伐马宝贼 有一贼于屯里城楼上 毁骂孙策君 并以手挽住楼坟 太史词便饮攻射之 见识更然贯穿手腕 更反牢牢定在楼坟上 为外万人无不称善 甚至连曹操都曾写书信 希望他的归父 非常巧 黄忠似乎也是以弓箭而闻名 那两位神射手是否有机会交手 我相信是有的 而且我宁愿相信 黄忠和刘盘是见识到了 太史词的能力后 选择退兵的 我们想象一下 刘盘与黄忠带兵攻城 太史词带兵守城 以太史词的能力 在一定距离内建设对方将领 并不困难 而攻城之兵 则想射落城楼上的敌人 难度大了很多 此时对于两位在射数上都有造诣的将领来说 谁占优势 一看便知 或许劝退刘盘的人正是黄忠 当然 以上仅仅是小编的推测而已 从当时的战争局势来看 长沙一带并非是战争的中心 看孙策的安排 也是让太史词以防守的姿态去面对来犯的刘盘 而太史词的威名 加上可能的几次交锋 也让刘盘放弃了后续的军事行动 或者我们也该因此庆幸 或许因为这样 才让黄忠在后期找到了他的名主刘备 如果当时刘盘是准备死功 也许黄忠已成为太史词的剑下亡魂